在整個處理海肺的過程當中 你說其實你一直看到人的一生 我們每次撿就覺得這個我用得到 那個我用得到 就像舉個例來說 在海邊會撿到嬰兒的尿布 然後更匪夷所思的是 我們撿過大概兩三個神主牌位 那代表死亡 我就覺得哇人的好像就是從12點到再一個12點 他就每樣吃飯的東西撿得到 睡覺的東西撿得到 工作的東西撿得到 然後出生死亡都撿得到 你有最意外的或是你覺得撿到的 他帶給你很多訊息的像什麼 我們撿 我不會說你撿到平中性 結果我馬上就要立刻講這句話 我覺得平中性是一個蠻有趣的事 就是大家每次都會問我們說有沒有撿到 是嗎 我曾經有帶學生淨灘 是學生撿到的 然後它上面打開很漂亮的一個瓶子 打開裡面就寫說 撿到這封信它寫的是撿體字 然後撿到這封信的就是有緣人 然後他還留了一支電話 他說要送那個豪華郵輪行一次 很有趣 很有趣到其實我們人算是陸地生物 但是海洋它連結了我們所有的人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互通的可能性 對啊我覺得海洋就是沒有國界 大家其實也不用推說我們的垃圾會到哪裡去 人家國家的垃圾又漂去哪裡 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類必須一起承擔的一個責任 所以你看我覺得我在我們來了 然後拍了這麼多次 我們剛剛說那個小小的那個浮標 你說叫它浙江 一定是浙江 然後我們撿到很多簡體字的寶特品 可是我真的沒有一次聽到唐唐跟我說 你看我撿到這個垃圾大部分都是中國來的 我意思說它沒有凸顯這一點 因為可能跟洋流跟潮汐有關 對啊就像我去沖繩參加他們在地的淨灘 我也撿到台灣的五十籃 然後洗髮機沐浴乳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從我們自身 可能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你覺得越來越來你的O2Lab 唐彩玲這個團隊 越來越被知道 被看見 你覺得走到2021 對你心裡面 你希望這個意義再延長下去的 那個部分是什麼 我覺得在我的這一輩子 如果說要去做到整個海裡面沒垃圾 我知道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希望在我有限的生命裡面 我可以去影響更多人去打開眼睛 看到一些真實存在的現場 我們都會說 沒看到不代表沒有發生 那我願意用各種各樣好玩的活動 美麗的作品去帶著大家 親自走到海邊去看看我們人 到底在對地球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些不要的廢棄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取代新的素材 讓我們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我可以延長我現在心裡的感覺 是當我們不斷在追求一個新的物件的時候 它好像未必會使我們由內到外的人生更新 可是如果我們採取一種新的態度的時候 它往往會讓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有更新 是 叫中叫校 剪掉剪掉 這裡其實是堂堂的秘境 對 快黃昏了 黃昏的時候 這個顏色完全不一樣 不是海的藍 天的白 它是全部變成橘色跟金色 對 我們其實常常拿這裡的夕陽美景 只要吸引大家 跟我們來這個秘密基地淨灘 因為我們這裡是屬於澎湖的東邊 照理來說其實只有日出 日出可以看 但這邊的日落方向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雖然它下去 並不是整個蛋黃掉到海裡 會被前面的島遮住 可是配上這邊的景 而且其實這裡就很像一個被關起來的 一個無人的沙灘一樣 會特別覺得這個寧靜值屬於自己 那邊是摩西分海嗎 再過去被擋到了 對 所以這裡也不是觀望客的海灘 哇超級 我們其實也沒有很想要讓大家知道 除非你來淨灘喔 我好像得到問題的答案了 就是我現在問你 你會說你並不計畫你的人生 完全休息的時候不算 你並不計畫再回都市生活 是這樣嗎 對我覺得我真的是一個很不適合都市的人 在都市就是那個空間感太狹隘 然後我其實自己回到城市裡面 我的呼吸會呼吸的很小口 可是在澎湖你就會覺得 人跟大自然是可以合為一體的 然後今天來澎湖唐你跟我說 其實這邊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特別是法國人 他整個定居移居到澎湖來 他剛好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是就嫁給法國人 然後他老公有稍微會講一點點中文 然後是聽他們跟我們分享他說 澎湖隨便出去一個沙灘都沒有人啊 尤其他們很喜歡在正午的時候出去沙灘曬太陽 然後澎湖人是喜歡躲太陽的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哇 這簡直是自己獨享的沙灘 然後會跟我們說其實他們的故鄉 其實天氣沒有這麼的穩定 然後來到澎湖他會覺得是天堂 我們今天在這幾年我發現 我三個字用到最多 一個是海 然後沙灘的灘 還有就是 躺床在形容他很多 內外在的狀態的時候用的是 享受的想這個字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享受的想這個字 如果海外的華人朋友要來 或者是台灣的朋友要來 O2Lab 你希望他們帶著一個什麼樣的期待跟心情來 O2Lab會像澎湖的陽光一樣 像海浪一樣 好好的擁抱大家 其實我們的每一個夥伴都是充滿著笑容 很熱意分享澎湖所有的美好給大家 但是我們會希望用美好的這一面去 帶大家打開眼睛 看到真實存在在這個美好之中的一些事實 然後如果我們都可以享受這樣的天啊 地啊 山啊 海啊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同等的付出 我們該付出的